HELLO 大家好 嗨 佩芬 哇 講話的聲音都那麼好聽 謝謝 OK啦 其實這一次暖流這首歌曲就是配合 即將在6月5號星期天 萬千金輝趙樂年這個慈善節目 然後就錄製的嘛 對不對 OK 是一起錄音的嗎 其實是分開 然後所以是誰先錄 她先錄 然後才到我 那子萱第一次 算是第一次嘛 對嗎 第一次吧 對 第一次正式的就是唱一首沒有人唱過的歌 經驗如何 經驗如何 壓力很大 非常的大 就知道要跟Olivia唱啊 所以就之前就一直在練 練的時候就已經很大壓力 因為不想那個落差太大 所以就拼命的練 你是花了多久的時間來練這首歌 我花了大概有 嗯 一個月的時間吧 一個月 其實一個月也不算很長的時間 如果真的要 你每天都有在勤練啦 就是一起床就 千真是好 有啦 有啦 真的喔 然後聽說你壓力大到就好像 你去做噩夢還是失眠還是什麼 都有 又做噩夢又失眠 在錄音之前 沒有 錄的時候也有 因為就連續錄了三天 就那三天一直就夢到那首歌 然後老師有說其實是對的 你一定要唱到你回去做噩夢 阿琳有沒有分享經驗之談 你之前錄音的時候有沒有做噩夢還是什麼 沒有 還好 其實還好 對 可是也是因為可能 最近要就是籌備專輯 然後在寫歌的時候就有夢到 有人要就是因為我沒有彈好吉他的時候 有人要殺我 你沒有什麼 就是在夢裡 因為要上去表演了 然後就不小心不會彈吉他了 就卡住 然後下台的時候有人要殺我 你看 他比較誇張 對 為什麼那麼溫柔的女生會夢到有人 要有那麼暴力的血腥的噩夢 可能就是很投入工作吧 對對 所以Olivia目前在籌備專輯 然後這次就算是抽空回來新加坡這邊 對 然後呢就參與這個萬千金輝趙樂年的活動 那兩位其實會 當然唱這首主題歌嘛 開場的時候 然後之後也會有一個很特別的表演 我覺得這個表演 我可以很公正的說嗎 可以啊沒有一點 子炫的挑戰應該比較大 因為你要唱歌 Olivia要唱歌 Olivia唱歌就是你知道嗎 如魚得水這樣子 會不會 也是要盡力啦 其實他 因為一直以來他很少唱就是懷舊的歌曲 這是他第一次挑戰懷舊的歌曲 OK 所以對他來說有一定的挑戰 OKOK 所以懷舊的歌曲就有一些西洋歌曲是不是 還是就是 你說這一次的表演嗎 對對對這一次的表演 就是有特別了 為了這個表演就設計了一段的表演 然後會跟本地的樂隊 傑出的樂隊叫做Sink一起合作 我還在想他們的名字要怎麼唸 Sink OK 不是西洋歌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像《月亮代表我的心》 《恰似你的溫柔》 《我只在乎你》 鄧麗君的 我很喜歡他 所以之前有表演過這些歌嗎 《月亮代表我的心》有 《恰似你的溫柔》有一次 可是這一次特別選了這三首 就是因為覺得很溫馨 然後大家也一定會知道的 非常棒的靜靜歌曲我覺得 所以應該也還 我覺得應該就信心滿滿啦 OK的啦 就是有意義的 這個表演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不會太擔心什麼 因為這次的慈善活動其實就是 要幫助一些新加坡 可能比較貧窮困苦的老年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歌曲應該也會 為觀賞這個節目的一些年長人士 帶來很多美好的回憶 因為都是那個年代的歌嘛 對不對 那子炫 你的表演你要畫素描 對 我要畫素描 而且挑戰的是我們在五分鐘之內 就把那個素描畫出來 就是Olivia在唱歌的當兒 對 你在一旁作畫 對 因為之前我們為了歡迎光臨去了你的家 然後你有提到你在學素描 對對對 那時候你沒有跟我們說為什麼 對不對 沒有 對 那時候你就保密 對對對 所以那天我看到新聞我就 喔 原來 原來就是 學了多久那個素描 學了大概一個多月 也是一個多月 一個多月 對對對 從我第一張畫跟現在的話的那個差別 就確實有很大的進步 你學怎麼樣的時候你畫了什麼 畫過誰 有畫過人嗎 有畫過很多人 像誰 我畫過就 我的那個 然後有畫過一些助理老師 然後畫一些我的朋友 我的表妹之類的 那回想如何 剛開始的時候確實有嚇到 我同一幅畫我就畫了很多次 可是每一張出來的那個感覺都不一樣 OK 就都不像 到最後就 後來上了幾堂課過後的 就的那個精準度比較高一點 現在就比較像 OK 所以當一晚上你會畫一位老人家她的素描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已經見過這位老太太了 見過了 我們之前有就是這個籌謊活動 我沒有去SMRT的這個節目 我們有去拍 就是有去到那個 那個慈善 受益的那個老人院裡面去拍 然後有見到那個老人家 也有跟她交談 有 她好活潑 非常健康 然後很開朗 對 Olivia也有跟她聊過 對 有有有 海邊啊 那可愛的一位老太太啦 是 那你們都聊什麼 她是用方言跟你們說話嗎 她用廣東話 對 你們都聽得懂廣東話啦 我們都聽得懂 不過我就 我就用廣東話跟她聊天 嗯 就逗她開心 然後她就唱歌 對 然後她也就 哇 超開心的 她也會在一旁哼啦 應該就當下認你們做兩個乾女兒了吧 她就很開心啦 我覺得應該 她就覺得很熱鬧很多人 對 有人就要陪她們 對對對 OK好 我們稍後呢 我們先來聽一首歌 然後稍後呢 繼續要來向兩位呢 問一下 接下來就是禮拜天的這個表演啦 可能就是還有什麼其他的看點啦 還有兩位最近都在忙些什麼 稍後呢就在綜合娛樂圈繼續和她們聊 今天在節目中除了有配分之外 還有子萱和Olivia 欸 也是一首合唱歌曲 一起來聽聽范瑋琦 張少涵的《如果的事》 我想過一件事 不是壞的事